各位跟著堂的朋友們大家好 我是吳中城 我今天跟各位聊個話題 就是我之前有講說那個簡體字繁體字 然後也舉了一些例子 另外還講到讀經 那個啟蒙 就是啟蒙讀物裡面就有 三百千嘛 三字經百家信千字文 第二個就是百家信 那那個要帶的孩子們讀這個的時候 你必須要把像比如說這本書 就很好 他把那個五種字型 傳書、歷書、楷書、草書 草書他都把它並列在一起 讓孩子除了讀書認字之外 順便也認識了不同的書體 可這本書我剛剛查了一下 等一下我們講到 他有一個錯誤 然後他也不是很全 因為這個要全部把百家信全部都寫出來的話 那這個書可能要比這個後兩倍說不定 那個我現在講到 剛才講那個 最近 有一個網路上傳給我一個 一則信息 叫做 榮譽叫錯的 姓氏 一定要看不要出醜 他剛開始他就舉的第一個字就是 舉這個字 這個字 這個字在 在我們台灣 這個字 就是姓氏 韓國人的姓氏 在中國大陸有朝鮮族也有人姓這個 他們在大陸念這個姓氏的時候都是念嫖 譬如說 譬如說現在那個 蒲警惠 我們講的現在那個被收押那個 下台的女總理 蒲警惠 以前他的爸爸叫做蒲正熙 我們都叫他蒲正熙蒲警惠 大陸叫他 他的姓都是姓嫖 這個我曾經講過 那還有一個 這個字也是那個蒲樹的蒲 的簡體 像那個葛洪 就是豹蒲子 他就是用這個蒲 建樹豹蒲 其實跟那個蒲樹的蒲 是相通的 這是一個植物 那 這個人他列舉了30 一貫列舉了34個姓氏 那昨天我挑出來一個 他這上面還講的一個 說這個字 他說這個字 這個字要讀乾 而不要讀幹 這個在台灣人如果會讀到幹 那就是奇怪了 因為這是大陸的人 我一看到這則信息我就知道 發這則信息的原始的人一定是大陸人 為什麼 我們在飛機場我們只要聽到那個人講說新西蘭 我們台灣會講紐西蘭 紐西蘭 那 那個澳洲的首都 雪梨 墨爾波雪梨 大陸人是叫 悉尼 你只要一聽到這個你就知道 他是 他是來自 Mainline China 那這個字 台灣不會唸成 絕對不會唸成 唸成幹 他是 唸成幹 幹部嘛 大陸是因為 簡體的關係 所以我是覺得這一則 這一則這個就很有趣 他雖然是用繁體 可是 一下就錄了線 那個我們講說幹涉 幹涉就是這個 還有 矯情幹育 就是這個幹 那那個 我們不會用這個字代替幹部的幹 幹幹幹 我以前有舉過例子 那至於這其他的 其他的 那 這本書非常可惜 非常漂亮的一本書 可是他裏面就發生一個錯誤 他那個錯誤就是發生在這個 這個字上 默齊 這個是一個很奇怪的姓 大家只要這個這個字才出現 大家就會想到跟漢史岳飛的那個一個人 他的姓就是父姓默齊 因為這種父姓都是來自於少數民族 那這邊他這邊就犯了錯誤就寫著 他就第一個他把那個墨字 那個墨字就是萬字的簡寫 他把那個墨字 他念成萬四 剛好犯了錯誤了 所以這本書字非常可惜 看起來蠻用心的 結果這個 發生了基本錯誤 那其他的我們跑一下 可以讓大家長一點知識 這個籌字他念求 丹字念善 然後這個 解我們在念念人姓氏 他念謝 這個區我們在念姓氏 念歐 廣東人比較多 然後這個 比較 比較少見的就是 這個 圓字 在姓氏裡面念 運 那這個 種字 是念 讀從 而不讀種 那大陸人他常會把他寫成這個簡體字 寫成這樣 那那個 這個 這個任 任何的任 讀那個姓氏是要讀人 人 人 人立於 那個 燕子的燕 燕子的燕 在 姓氏是要讀燕 燕國 我們講的燕國 是這個字 燕國就是現在的那個北京這個附近 那邊盛產燕子 所以叫燕 我們在台灣會讀燕國 其實那個字念燕國 那這個 這個 這個 茶 在姓氏裡面叫渣 金庸就要渣 渣良庸 他姓這個渣 然後那個 這個華 以前有一個 華國風嗎 我們叫華國風 其實他念華國風 大陸的那個簡體是寫成這樣子 化學的話 加一個十字 那個 這個是曲 那個歌曲的曲 我們是這個大概基本上不會錯誤 而不會讀曲 這有時候會讀曲 像譬如說曲家瑞 這個 然後再過來這個 象 賽事象軍馬炮的象 而他這時候不會讀香 那這個 戰友的戰 站連的戰 他這個地方是讀詹 姓氏讀詹 然後這個謀 大概不會錯 詩家謀你 謀 而不會讀木 有的時候會讀木 那這個 那這個再過來就是 軟 軟高旗 軟文哨 越南的姓是軟 那有的人可能會把它讀成圓 這個 不要不要不要特殊 然後這個是宮 現在那個唱那個忐忑的那個 那個 那個 宮林 貴州人 简寫是這樣寫的 那個 宮自由的叫人會讀拱 拱固著拱那個音 這個東西 是比較 在比較容易發生錯誤的 那再來就是那個 祭拜的祭 如果讀姓氏的時候 他是讀債 欠債的債那個音 然後再來這個字 這個字我們常常會多寫 多寫 那是兩點水不是三點水 這就是那個 大陸的那個國歌 那個 那個創作人叫 顯心海 這個字念顯 不念 不念喜 然後這個 這個 這個字 這個字是要讀妙 而不是讀謬 妙 妙 而不是謬 不是謬論的謬 那這個章 就沒有話講了 不會讀賬 因為這大陸會撿寫 他會用這個 埋葬的賬 他會用這個 那這個 拓塔天王朝蓋 這個 水虎傳裡面大英雄 第二任幫主 這個 這個 曹字不會讀兆 那個 那是偏旁 這個 欲 這個姓氏是要讀欲 像欲慈公 欲慈是一個父姓 是那個顯卑人的姓氏 而不會讀成謂 那也有些人 那個直接只有一個單姓 就是欲 欲天聰啊什麼的 然後再過來這個巨 這個 俱樂部的巨 在讀姓氏的時候要讀 巨 巨 再過來這個招 招請的招 在那個 在姓氏裡面他要讀哨 很像是一個簡體 這個字念讀哨 姓氏 而不是讀兆 那再過來是 這個寧 這個寧是安寧的寧 大陸會簡寫成這樣子 去掉那個 中間那個心跟那個名字 變成這樣 在讀姓氏的時候他要讀 寧 寧 這個在我以前的同事裡面 在西北 大概是在 陝西那邊的人 他姓這個的 很多 然後姓這個的 這個這個字 不能不能讀 格 也不能讀格 他讀 柯 這個是 這很奇怪 像我以前 小學同學就有人姓這個格 我們就唸格 還有這個 高亢的亢 亢奮的亢 在姓氏的時候他不能讀亢 要讀鋼 這都很奇怪 那再來就是這個 快樂的樂 那有的人會讀月 姓月 月裔嘛 大家都知道那個月裔 那個 就是 天堂復國那個月裔 大將軍月裔 那有的 中國人有的人 他名字叫做 叫什麼什麼管月 很多人以為說 他是不是加拿做吹鼓手 不是 這當然簡體字是這樣寫 那個 名字裡面有管月兩個字的 指的是 希望他的孩子加他的成就跟管仲跟月裔一樣 月裔是大將軍 管仲是一個 一個大的 那個 政治家 所以那個名字裡面有管月的人 千萬不要牽涉他 他的父親希望他能夠 加拿能夠做 做大事 做那個 那個偉人 那這個這個字 看有點像 像像譚 這個字 這個字其實他應該要讀什麼 要讀琴 琴 他有的時候 有的時候你會看著如果 有的人會 會覺得這個字很像 細菌的菌 菌狀吟 有的人把那個菌狀吟因為用寫了另外那個字 他 不是我們平常的那個那個習慣寫細菌的菌 所以他會認為說那個核子核子彈爆炸的時候會產生彈狀吟 這也是笑話一折 這也是笑話一折 那記 這個這個記 那有的人是讀 讀記 有的人要讀 擠 這個像台灣有紀寶如 記什麼的 都是那個姓紀 姓紀的人 人數不少 然後這兩個字 我們一般講這個叫做那個令狐聰 令狐也是那個 這好像是那個 賢卑那邊的人吧 他們的姓氏 這也是一個父姓 令狐這個要讀人 靈狐 所以 令狐聰要讀靈狐聰 這個 那最後就是我剛講的這個 這個就是害死岳飛的那個姓氏一個人 他的他的姓也是一個父姓 這個父姓要讀 默 默齊 而不能讀萬事 而且這個字必須這樣寫 而不能這不是那個百萬的萬的 簡體字 他就是這樣寫的 這個字本身就有一個音 就叫 這個字就 本身發音就發 默 以上 我覺得這個 這個 這則這個簡訊傳過來 好像可以有的時候簡訊是對我們可以增加功力 讓我們提高警覺 有的時候相反的 同樣的 盡信書 也是 不如無書 這本書 很可惜 裡面就有這樣的錯誤 另外甚至於這本書裡面甚至於連那個 樸 這是剛剛第一個字 這個樸字 這書也沒有收錄 所以這個 聽了那句話 盡信書不如無書 所以家長在 導讀孩子的時候 最好自己要 要仔細看一下 我順便講一下 我在讀初中二年級的時候 我們的英文老師 我記得非常清楚 人家說他英文教得很好 但是他教那個photographic 那個 攝影術 他居然 講了好幾遍 捏影術 捏影術 他講第一遍的時候 我以為我聽錯了 結果他接著接著接二 接二連三還會講捏影術 我就覺得很奇怪 他也是海軍官校畢業的 他怎麼會講攝影術 大家都講攝影術 他一定要捏影術 捏指的是金字旁三個耳朵 這個是捏指 沒有人會把提手旁三個耳朵 那個字念捏 他還講捏影術 講的真的是 烏魯木齊啊 另外我跟他講到 大陸人還有一個 他的發音很奇怪 剛剛除了那個 新西蘭跟那個 悉尼以外 現在新任的美國總統 台灣人叫他 叫川普 因為他英文名字叫 Trump Trump Donut 大陸人他給他翻譯成 普朗 普朗普 好像是這樣子 特朗普 他把他翻成這個 翻成這樣子的音 我是覺得這個 兩岸原生 停不住青州以過萬重山 40年的隔閡之後 居然把音都隔得這麼遠 我們走的這個語氣 似乎是 秉承了一貫道統 而他們不是 所以變成說 現在會有這樣子的 這樣大的分跡 有時候我看大陸的影片 他們有在介紹 某一個 世界有名的作家 或者是科學家 我還是 腦筋還要轉一下 他到底講的是誰 因為義名不同 不只是義名不同 連那個咬字 都有 都有很大的隔閡 有時候你看那個大陸上 大陸那些 一些 一些專家 學者在講話的時候 裡面有很多 很多字 好像都是錯別字 很多都是 發音好像都不正確 當然了 因為 沒有所謂的 標準音 因為 有地方音 有方言 有禮語 還有那個 古代的方言 所以我們現在 不能夠 強制的說 某一個音是正確的 但是都可以 reference only 參考 以上跟各位分享 謝謝各位